海龜 金鱼等海洋生物 在艺术家精细刻画下 透过纸雕与光影呈现 评农美术馆现正推出 魏绍军大帝的母亲纸科展 此时多件超精致的作品 展现艺术家不凡的细腻道工 这次展览的呈现方式 除了表框平面的设计以外 也有很多悬挂的装置 悬挂的方式主要是希望 大家可以透过光影 然后来了解平面跟3D立体重 这种比较有点穿透性质的效果 那大家来看展的时候 可以移动你的身体跟你的角度 去感受一下就是环境 包围着你的那种气氛 魏绍军于东海大学社会学系 兼任助理教授 自学纸雕艺术的他 透过纸材纤维激励 光影投影 展现个人直观 柔软与开放的创作特质 他的创作主题 大都与自然界的生态有关 透过各种野生动物的观察 让创作过程与论述 保持与自然连结的意识 另一方面也透过刻画动物的姿态 还原自己而时喜爱动物的初心 这个主题想要跟大家呈现 是把地球上面的动物 尽可能的带到现场面来 那希望大家在看这些动物的时候 一方面可以连结到自己 跟动物相处或者是接触的经验 那去触动自己本身 还很有生命力 很有活力的那个面向 那第二个也是把对已生动物 环境保护 或者是所谓的生命教育 生物多样性这些题材 也代表自己的意识里面这样 魏绍军特别为此次展览 创作穿山甲 台湾黑熊 欧牙水榻 猪罗树蛙 关雾山椒鱼 台湾胡福 蓝鲸 石虎 八色鸟等九件冰围动物 与在台湾被认为已灭绝的台湾云豹 一件件创作 传达他对生态环境的关怀 他在开展前 到三立门地摩国小进行剪纸教学 在辞诊也展出孩子的剪纸作品 我雕了蝴蝶 然后我觉得很兴奋 因为我竟然看到自己的作品 在美术馆展出 我觉得老师雕得很奇特 因为就是第一次看的时候 就是如果就是不是那种一个的图形 你看你就看不出来 你猪的那是什么东西 然后就是就你要自己观察很久之后 你才会发现这里面有些什么动物 然后就觉得很厉害 用细腻的刀工 让各种动植物跃染纸上 卫绍军纸科展 即日起于皮诺美术馆 202展览室展至6月11日 艺术家透过创作 希望唤起大众 重视自然生态保育 与友善环境 记者张如云 杨振义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